我是从六岁开始学舞蹈的 那个时候呢 性格比较内向 他会和小朋友相处 总觉得和他们说不到什么 一聊天就会说 我爸爸今天给我买了什么什么漂亮的裙子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孤独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童年缺失了很多 所以 我更能理解他们缺少父母关爱的这些孩子们 其实我觉得幸福很简单 就是能善于发现幸福和守得住幸福 我希望以后我的老公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然后我们能一起守住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 我叫星星 我来了 你在哪 我的经历的话 我会问他自身心的负责 那我可以从事里两个分行为你吗 那可以 我不大想让你在下雨天问我 我还想在阳光明那时候看不看 昨天接受的启动是多大啊 我要是爷们儿的话上去就可能 哎 我的负责 不好意思 我才看美女 那有没有想从孔夫人在 就在我们台上了 有点神似临近 不不高Vivo智能手机《非诚勿扰》 提供播出 敬请期待 欢迎来到城市卫视 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非诚勿扰》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步步高Vivo智能手机《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观众们到现场 每次开头都要说些事 一般来说有人总结 你们开头都说什么 世界各地 社会各界 什么什么人 特别 特别 怎么喜欢你们的节目 老说这个显得我们很自恋呀 其实我也不想说这个 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这方面是反响比较强烈 你们知道吗 说一下 其实我最爱说的一种类型 就是又传来什么喜讯 谁跟谁又那个什么 结婚了 嫁人之类的事 今天开头说一个 大家印象很深的一个女嘉宾 我们台上呢 所以说名字 你们知道的就叫啊 沈思 你们还记得吗 大家都记得 他结婚了 这个 他结婚选的那个地方 非常好 南极 两位 你们知道吗 这事吧 王老师 好像是春节期间 在微博上看到 就看到许阿平的微博 说到这个事情 他说特别巧 然后他们就去南极的路上遇到了 他说他就去做伴娘吧 我这里特别希望 希望喜阿平能早日从伴娘进击为 新娘 欢迎今晚24位美丽的三生女生 有请她们 欢迎今晚24位美丽的三生女生 有请她们 欢迎今晚24位美丽的三生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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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送出的毕生有缘爱情海之旅 男女嘉宾同时将获得 京东商城提供的时尚家电 开启幸福生活之路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观众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 好了 做好准备 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有请1号男嘉宾 你好 大家好 哎呀 刚才把我下个半死啊 这个这个电梯 大家好 我叫敏龙生 我来自加拿大 我的祖籍是在浙江德青 然后我今年是24岁 谢谢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莫菲老师好 乐佳老师好 黄菲老师好 闽龙生 欢迎你 龙年生的 哦 24 本明年 好 来看看对面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不好意思 有点慢啊 希望大家耐心一点 今天晚上我们有的是时间 这什么话 今天晚上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要干什么 好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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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了 好了 24位女生对闽龙生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好 谢谢 谢谢 第一个举手的就是5号啊 来 我问你对她的印象 我 我对她感觉就是 因为她说那个名字 她里面有龙字 然后我就特别亲切 我也是龙年生的 所以我叫江龙 你也是24 哎呀 然后 然后 你们俩都是童年 名字里边都有一个龙 然后我还是2月份生日 我奶奶说是龙抬头 所以叫江龙 你几位 我是3月29号的 那我杨历是3月31号的 哎呀 你再说 刷两件 再说 再往下说 你 你 你的主题是哪儿 主题 浙江 德青 你 我是辽宁丹东 哎 考得太近了 非常近 好 你反正多关注 多关注她 多关注她 好 你 我5号 我让你5号 5号 哎 醒醒 来跟你说话 你多关注她 好吧 10号 太小了 我也是龙年的 我俩同岁 你也是 龙年 龙年 龙年是12还是32 24 24 都是24 我想找一个 给我大多一点的 来看她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米龙生 9岁的时候去了加拿大 去年8月份 回到中国的 现在是一名英文外教 教的是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 我会把孩子们当大人一样看待 当他们犯了错 我就会告诉他们 哎 你这件事情做错了 我现在要罚你 我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为什么被罚 中国的大学生很多 海归更多 中国缺少的并不是人才 他们缺少的是高级人才 所以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会继续选择深造 莫菲老师 我想说一句话 说 这个拍得太好了 真的 真的太好了 谢谢 谢谢导演 有个问题啊 那个里边你说 中国今天不缺人才 缺高级人才 对 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 哪些是属于普通人才 哪些属于文艺人才 哪些属于高级人才 普通人才 普通人才我觉得 就是指一般的大学毕业的 一些那个学生 普通人 普通人 对 普通人 然后高级人才的话 比如说他们已经大学毕业 什么硕士啊 或者国外已经 在国外已经实习过 做了很多年的这种 那如果没练过大学的呢 没练过大学的呢 就不是人 你不是说是吧 你心里也有 我向你介绍一下 我们三个的组合 一个高级人才 剩下两个不是人 5号 那个男嘉宾不好意思 我就非常不同意 你这个观点 难道你觉得人才 就是以这个学历来衡量的吗 因为我是比较现实的 虽然学历不是所有 但是我觉得 除了学历 他还需要他的经济的基础 经济基础一定要很雄厚的 就是要么学历 要么有钱 又有文化又有钱 那我可以用势力两个字来形容你吗 可以 因为我是比较现实的人 这耿直 这是很大的优点 耿直 从来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比较势力 这个我就不大能同意了 那如果打个比方一个人他特别喜欢创作 就喜欢写点那种很难发表 发表了也挣不了几个钱的那种小说 但是他的书确实写得特别感人能是 让你看了一把心酸泪那样的 你觉得这种人算人才吗 又没钱 又没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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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每个 因为我的这样的话 我的世界观跟其他人世界观有点不一样 所以 所以 在您的世界观里 对 那就是 也 也不算说是 不是啊 这个太那个 就是 不一样的 等而下 对 等而下 好 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如果咱说你以后有了子女的话 然后你的子女呢非常不喜欢学习 那你会把她变成你所谓想要的那种高级人才吗 我的子女的话 我会让她自生自灭去的 我不会 我不会去管她 这哥们是一奇葩啊 没发现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不能太宠她 太宠她的话会宠坏掉的 4号 男嘉宾 你觉得那个我们中国的古代那个皇帝朱元璋 他算高级人才吗 他是一个放牛娃呀 我对中国的 我对中国的历史还是不是很了解 不好意思 你连中国历史都不了解 你在这里说人不人才 人不人才的 19号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也同意他的价值观 我可能会讲的没有他那么的坚决吧 可能我也认为很多人在努力的过程中 这些人也是值得被欣赏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谓人才 就是这个人能做出一些什么 对这个社会是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的 但是有些社会并不是完全公正的 他们并不会给这些人的这些贡献 以相应的报偿 所以很多人他们是人才 他们为社会做很多的贡献 但社会并没有给他们相应的地位 或者是相应的经济的报偿 这些人他们是人才 太好了 谢谢你 我会稍微改一下我的细节观的 很好 还是这个比较谦虚 还是比较谦虚 13号 您好像比较看重这方面的条件 就是如果这个女孩 前提是 你是先看她这个人本身的条件呢 比如说学历 家庭 然后再考虑跟她是不是继续交往 还是首先看有没有感觉 不锈钢防护窗 当然首选布雷尔利 时候管材坚固耐用 大品牌诚信保证 如果有感觉 但是我们两个的层次 不会太相近的话 那么我觉得以后功能起来 会有点麻烦 那就是条件还是比感觉重要 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 下一条 我希望你是一个独立 而不黏人的女生 因为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会去看一下日文啊 日文啊 日文啊 和新闻 来提高一下自己 我不喜欢帮对话说 因为有什么话 的话当面讲 比较好 你需要有自己的工作和兴趣爱好 每周的话 约会三次面左右是比较适合的 他必须是在一米六四以上 他的发型的话长发短发都OK 只要适合他的脸型就可以了 可以太胖 这样的话我会hold不住 之前我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从中我学到的就是说 谈得来的并不一定喜欢 但是我喜欢的必须跟我谈得来 只要是我不喜欢你的时候 我会立即跟你说 我们分手吧 但是我不喜欢女生 就是用分手这件事情来跟我们 来刺激我 因为我开不起这种晚上 里边有两个数字要讨论一下 一个是你觉得每周约会 这个三次比较合适 一个是一米六四以上 这个一米六四就是说 如果感觉特别好 条件特别好 学历特别高 家里也有钱 六三能不能考虑一下 看到对的人的话可以的 就是那个 就是学历特别高 家里面条件 经济条件特别好的 那个可以稍微放宽一点 差不多 他说我们约会一个礼拜四次 你看能不能商量去 也可以的 也可以是吧 三次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 参考 对对对 那你没什么原则呀 那都可以 但是四次是底线了 四次 五次就不行了 对对对 必须四次 说死了 好来来来问 11号 11号 你好男嘉宾 你刚才在提到说 不喜欢年龄的女生 我是想问你 你现在有做好准备想恋爱吗 我现在 因为在恋爱当中 不会说就是互相很讨厌 就是黏着对方 因为很爱的话 不会产生这样的 这样说吧 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 那我可以定论为你 你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虽然我是这样想 但是我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他认为准备好了 如果准备不好的话 我就不会来这里了 不好了 谈孟爷爷 你刚才说她 没什么原则 其实你说错了 她是有原则的 你没看到 你之前 因为你给她两个前提 女方的学历 要是非常高 家庭非常有钱 她就会说 那我会 我会认为四四 那我会 那我会把条件放宽的 她是有原则的 谢谢你 嘉宾 我问一下刚才 最后灭灯的是二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觉得你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哪里 我最有魅力的地方是 我比较自信 而且我有话就会直说的 那你的自信是缘何而来呢 这个的话是自己挖掘出来的 来 最后五号有什么话 刚才看完这些之后 男嘉宾说的非常有自信 然后现在看二十四位女嘉宾 都灭灯了 你的自信心还有吗 还有 你的心动女生在哪啊 你怎么没把它清楚 来 等一等 你要知道心动女生在哪 我们看大屏幕 心动女生是 来 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最想问的事情是 在一开始你在发言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 狼有情来 妾有义 你跟她因为两个龙字 因为只相差两天时间 无比的欣喜雀悦 但是为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周围身边的姐妹 对她表示出来不认同的时候 为什么没见你挺身而出 因为我看到她第二个VCR的时候 我就是我不适合她的理想女生 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 然后不踏实的人 我不会就是 我也没那么 你不踏实 她刚才说她需要安全感和踏实 她有特别强调吗 就是 我想要 就是我不可能就是说 一周就是见三次面 然后不会束缚 我会很黏人 就是她在哪随时报告 如果她可以变为一只蝴蝶变什么 我宁可揣在兜里 我走哪 她在哪 来 最后黄老师有话要说 想有一句话跟你说一下 因为你是做幼儿的教育的 小学一年纪到四年纪 这个时候人的那种价值观的形成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 我很希望你下了节目之后 除了继续关心自己找对象的事 也能跟你周围的朋友 或者你比较幸福的那些人 去讨论一下 一个人该有什么样子的 相对正确一些的 下节目 好的 好 谢谢 我也比较同意黄老师那话 其实作为一个老师 我对这个 因为我英语就没念好 所以我觉得比英语水平 更重要的一点是黄老师提到的 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这一点特别重要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大家 再见 拜拜 我有这么一种自信的价值观 是因为我父母他们从小 都不来管我的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再加上我读大学的时候 家里经济比较困难 所以我学会了 变得更加现实一点 好像在刚才那一段里面 乐佳老师 哇 几乎都没说过话呀 我觉得有点 不说了 就是跟跳舞老师说吧 让他去吧 对了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徐峰 26岁 来自杭州 三位女生好 徐峰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喜欢哪一个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对徐峰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好好好 看对面24个女生 总好 我觉得男嘉宾一上场 给了一种挺霸气的感觉 我想再继续了解一下 我刚刚说这个女生 有霸气的人吗 还行吧 好 来讲他的基本资料 摇滚让我充满激情 能在每天用崭新的面貌 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无奈 摇滚让我热血沸腻 在生活和工作中 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摇滚让我感觉到纯粹的友情 得到了一帮不计得失的朋友 当我们的朋友得了白血病 我们从世界各地赶到他的身边 关心他 照顾他 虽然最终他还是离我们而去 但是我们没有让他留下遗憾 摇滚让我变成了 不屈不挠的战士 让满不羁的诗人 打造爱与和平的梦想家 让我拥有了 诚实直白的大无畏精神 与对生活坚韧不拔的态度 也给了我最简单的真实的快乐 爱摇滚的人不是坏小孩 不是疯子 而是最简单的人 大英导 那个有几个女嘉宾要提问 提问之前 介不介意唱两段 我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忘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我怎么觉得一点都没摇滚的感觉呢 可能是不是要那些家伙事都一块 要乐队一样 另外一个头发不够长 甩不起来 还有一个吼的感觉不够 我们读书的时候 就一直听那个崔健的歌 我曾经什么个不休 问个不休 我曾经完高 我曾经完高 你来点个 不要为难 不要为难乐老师 不要为难乐老师 依我的性格 这叫你们不要为难乐老师 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不善良 我说的是真的 好的 来两个吧 好了好了 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一般摇滚给我们感觉 就是唱到最后不行了 就是一定要唱破 那头发就不行了 然后最后把那吉他批了就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误解 其实摇滚乐有很多类型 像我平时听得比较多的 还是比较缓的一些民谣啊 16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也很喜欢 我特别喜欢音乐 然后从我记事开始 就一直唱着歌长大 音乐是我人生当中所离不开的 你喜欢摇滚吗 我喜欢 我平时比较喜欢爱威尔的歌 然后我也老听 我晚上 我一般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会唱两个小时 就会唱两个小时在家里面 要不然你来两句 好好好 就爱威尔的吧 她那首歌叫 《Nobody's Home》 然后我可以喝两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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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感觉到了吗 黄老师 我没有感觉到 但是我觉得她声音真好啊 多才多艺 书法也好 歌唱的也好 还会十字秀 哎呀 不用力了 谢谢 来 下一条片子 我们一年只能见三四年 但这是三次恋情中 感觉最美好的一段 这段恋情给了我有别 于其他的单纯和快乐 我会为她写情书 为她写诗 会在春天 骑着自行车 带她到处晃远 会在夏天 去学校为她偷花 虽然这几段恋情都很美好 但过去了 就过去了 留在我心里 是一种感激 对于择偶要求 我其实很难说得上来 感情这回事 不是做生意 不是弹劾的 条条框框列一大堆 一把一件美好的事情 变得没意思了 我觉得挺可惜的 不过肯定的是 我喜欢的是漂亮的女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心里这么想 嘴上去不愿意承认 人都是十分的 如果看都看不睡 那还这么交往下去 我看了那个片子 我觉得也比较颠覆吧 也改变了我一些 对摇滚青年们的 一些刻板印象 我认为来摇滚的 喜欢摇滚的小伙子 一定是头发披到腰上 战成五颜六色 都打卷大概半年没洗过的那种 穿的都跟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样 挂个叮叮挂挂 全是阳闻 他自己也不认识的 各种各样的阳闻 跟人一说话都这样看你 爱搭不理 然后你随便说什么 他都鄙视你 你懂得吗 你懂得 这个小伙子谦虚 谦虚 低调 还有点小浪漫 他还对女孩很体贴 这个对我们还是有点改变 有没有可能 他不一定是摇滚青年 只是他以为他是摇滚青年 至于你刚才前面描述的 那个大多数 肯定是美摇滚青年 就像有些人一说 电视台导演 就必须是大胡子 然后也是一把砸个辫子 然后说话也是那样 带个永远 室内都看不见了 他戴个墨镜那种 刚刚孟老师说的 这个摇滚青年的形象 其实在我们周围 这一圈朋友看来 鼻视他们 确实觉得 鼻视 有点太装的什么了 装那个什么 装那个A和C之间的 对对对 好 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一直 我刚才你短片里说 那天是 你说如果下雨你就吻他 那么我想知道 如果那天没下雨呢 也吻 没下雨 没下雨的话 你用什么方式去追求他 还是如果不下雨 就不追求了 既然 其实我们既然 能在七夕节那天约会 而且是两个人 又去到天台上 其实 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8号 嘉宾 你好 您梳得那么不羁的发型 然后玩着那么 自由派的摇滚 可是您的右手上 戴着一个金色的手镯 在你的VCR里面出现 在现场仍然出现 我很好奇 这是您上一段恋情里面 女朋友把你给记录下来的 还有一个印记吗 谢谢 这个是家里人给我的 谢谢 猜错了 那个 等一等 等一等 那个朋友采访 看这段VCR之前 我先要说几句话 就是 等一下你们会看到 我一个很要好的哥们 他里面说几句话 你们大家不要当真 因为我们两个人 是非常要好 然后见面就是互损的那种 然后他拍VCR的时候 可能有点紧张了 就开玩笑的话 就说得了感觉像真的一样 对 大家相信就像孟非和乐佳之间 经常的那种对话一样 对对对 他大概看了无数的男嘉宾 最后在那个朋友采访那段 对 就是谁跟你说那不是真的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都是真的 你不介意我这么说吧 不介意不介意 就像我跟乐佳讲话 也都是真的 好 来开始我讲采访 通过我个人对他的了解 他没有现在社会上 所有小青年那样的浮夸和轻飘 反而在其身上 有更重的责任感和信心 在我面里 小蜂的内心 有着金属般的坚强热情 外边又有着民谣般的 腼腆内涵 还带着点电视乐的活泼幽默 许峰呢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 基本上平时有什么困难 或者需要他帮助的时候 打一个电话就随传随到了 就还挺照顾大家的 但是这个人呢 也有一个缺点 让我很受不了 就是太臭屁了 总觉得自己是最帅的 是每个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女孩子第一眼见到他 总是会被他华丽的外表所迷惑 进一步了解之后 会发觉他不过是个绣花枕头而已 还有在厨师上面呢 有女性的温柔 但同时也缺乏男性做事的果断 我觉得这点要改 要不然追不到女夫人 要爷们儿一点 这么不靠谱的男青年 我希望现场的女嘉宾 能够擦亮眼睛 千万不要丧当受骗 你那一群哥们真下着举手 对对对 然后我们拍片那天 我就跟他说 那你们尽量说想说什么说什么 但我不知道他说成这个样子 就这样一声 你说都说点真话 但是客气客气 他们当真了 你们自己判断啊 自己判断 21号 男嘉宾 其实你刚才散来的时候 不是我喜欢的心 他想说 我不但想让你在下雨天吻我 我还想在阳光明媚的时候 狂吻你 恭喜你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8号 21号 来看徐峰的心动女生是 18号 赵媛媛 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基本情况了解一下 继续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第十项 最不能忍受男性的缺点 看看三个女生怎么说的 8号 讨厌小气自私 狭隘过于固执的男生 18号 讨厌不孝顺 邋遢自私脾气暴躁 苛刻过于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21号 讨厌自私自我自大 没有责任心 没有上进心 没有担当 又大老粗的男生 大老粗 什么人是大老粗 还可以提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调解一下 我想问三位女嘉宾 就是你们在谈恋爱当中 是比较喜欢 就两个人整天黏在一起的 还是会彼此给对方留一些空间呢 为什么不能黏在一起啊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点空间的话 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 我会给你一点空间 我觉得两个人 还是经常在一起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现在 出于成熟阶段的话 我觉得会选择 两个人给予相应适度的空间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 去继续地修炼自己 提高自己的 希望两个人能一起成长 谢谢 8号 好 当年则年 当留则留 谢谢 看情况 你这问题问的跟没问一样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每个人需要的空间 到底多大空间 对吧 黏到什么程度 你没说清楚 反正也不重要了 赶紧带一个人回去吧 坚持选18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带走一走 解决问题 不能只做表面 肚子不舒服 拉肚子 不能简单只限 关键至长颜 康恩贝长颜宁 猪草药成分 从根源至长颜 帮你摆脱腹痛 腹胀腹泻 康恩贝长颜宁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告诉我们 直接过去 来来来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 我记得我记得人家21号上来的时候说 要狂吻你 这样吧 你们走到那个台阶的时候 给我们展示一下 要不然你也不像一个摇滚的爷们 对吧 然后回去背你那帮朋友 肯定要把你瓢死 你知道吗 不是 节目接受的尺度 是多大呀 那个郭德彪有个电话怎么说的 你舍得死 我们就舍得埋 你到那儿去 你多大尺度 我们都受得了 来 祝福你们 你一定要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回来重来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京东商与主持人的 时尚加点开启 幸福生活之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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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跟你想过 这是一个尾摇滚青年 你这 人家女孩大大方方的 你一个老爷们 你什么人其实 我都恨不得帮你来做示范 真是没用 好 就这样 祝福你们 男嘉宾 刚才我表现得那么直白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能接受 我不会 我是觉得蛮大方的 然后我也没觉得很夸张 我觉得蛮自然的 没有吓到你吧 吓到我都不会了 然后我们接下去 两个人要去爱琴海了 这个地方也是 我一直很向往的一个地方 希望我们两个人 接下来呢 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 恭喜她们获得了毕生缘送出的 毕生有缘 爱琴海之旅 本来我们还以为 能看到点什么激情戏的 结果她的这个摇滚 这个确实我们 那点欢迎啊 乐佳 要是你 你会怎么样 好了 不用回答了 我知道了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 81216加女嘉宾 面好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博布高 微博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希望相信 征婚交友的朋友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百合网 或者珍爱网 新浪微博QQ家园 腾讯微博 报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追求你们的支持 还要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在我们《非诚勿扰》 节目首播 记住是首播 结束后两个小时之内 如果你们登陆 京东商城的网站 在《非诚勿扰》 幸福专区里面 可以享受到京东商城 提供的优惠客家打折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来自《非诚勿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沈隆明 我是来自美国 现在在北京上班 在一个国际医院 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带了礼物 但是你们都可以来我们医院 给你们免费做手术 我们有一个天佑的一个中医医生 他会让你的头发出来多一点 哎呀 这个节目真是 真是 希望大家会用简简单单的中文跟我讲话 谢谢大家 简简单单的中文 好些话大家没听清楚 这哥们叫神龙敏 对 就是神龙教 那个魏小宝那时候神龙教这个 神龙敏来自美国 对 没有带礼物 可以让我们免费到他医院去动手术 是的 你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边 一般比如说你上我家去了 我请你吃饭 做客 走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句开心话 欢迎你下次再来 或者比如说我到他的公司去 到他们单位去 他们单位的也会说 欢迎你下次再来 只有一个地方 人不说这话 医院不说 中国人出院的时候 没听说哪个大夫说 没事常来 他是这个对中国文化有独特的理解 你们那儿都这么跟人客气吗 哎 我在说话 不好意思 我在看美女 我不拦着你 看吧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就为这事儿 她等不了了 我想问问她是做什么手术 说让你的头发长出来 对对对 她只会这一种吗 好了吗 看好了 对 好 来吧 24位女生 对沈隆敏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只有一盏灯灭了 17号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对外国人 产生不了感情 不好意思 就是换谁都不行 对 换谁都不行 再说的 汤姆克罗斯那样的也不行 嗯 贝克汉姆都不行 要不再商量 商量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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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不喜欢外国人 不行 我不喜欢外国人 不行 没事 没事 那就 那个 萝卜白菜就有所爱 萝卜白菜 这也明白啊 对 她不喜欢外国人 没问题 9号 9号 对不起 我在走声 你在想什么刚才 我们能分享一下吗 你在回忆刚才那个 台阶前的那一幕吗 是不是 说实话 是不是在怀念那一幕 对 我觉得她太不给力了 欠缺一点力道 真的 要是你呢 你会怎么样 我要是爷们的话 上去就狂吻她 真的 我是想知道 你是个女人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那我就支持一点 你对她的印象 那个远道而来嘛 是吧 既然她也跟我们客气一下 虽然客气的不是地方 那我也得跟她客气一下 所以呢 留着这个灯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您今天晚上 穿的衣服挺漂亮的 谢谢啊 但是我不会欢迎你常来的 我希望你带走一位 很会说话 你夸她的衣服是真的觉得好看 还是也是属于客气客气 也不是客气 你看 我都很难看 我都很难看 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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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也会说不客气的吧 你找一个穿的和我差不多难看的女嘉宾 告诉我一下 你也可以 我不太喜欢自私的 你说我 你说我有意思吗 你找一个 跟我一样穿的难看的女嘉宾 告诉我一下 这位女生 不好意思 我可以说 哎呀 可是她没有那个摁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可以说 她说你没有摁的东西 没听懂吗 你没有摁的面 所以她就捡这个下手 她都懂不懂 我已经是够能体谅人的了 不过我觉得你再也不要说 第三句类似的话 就是那个到我们医院来 然后我穿得很难看 来 我们再讨论一下 谁长得难看的这事吧 刚才你说了我跟黄老师 衣服穿得难看 我们再讨论一下 行行行 我们三个人里头谁难看 谁长得难看一点 那 我 还是很有幽默感的啊 好 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贤龙铭 我是个美国人 来自美国最小的一个州 罗德道州 今年是中国的农历龙年 我是虚龙的 今天是我的奔明年 在这里也给大家 八个万年 祝大家龙汤苦悦 龙瓦精神 我曾经在十七岁的时候 去韩国的小路道 做麻风冰职员者 前后一共待了两年 所以我的韩文也非常好 我现在在一家国际医院管理公司 做市场中间 我是八个月前来到中国 来得就不想走了 我未来的规划是想精神美国总统 因为我觉得美国和全球存在一些问题 我想用我自己方法去解决 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不能说了 因为只有可能会成为我以后精神的把柄 可能有人会追着我这个想法很疯狂 但是我现在太年轻 我要继续我的能量 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来 陛下认识一下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来 我们希望你成功 你这个做美国总统的这个理想 是很认真的吗 是的 就是 中十岁 你今年他多大 24 24岁 美国总统年纪没有上限吧 我做美国总统必须35岁后 这我知道 上限 我说的是 就多大以后就不能干了这个 没有规定吧 没有 我希望你长命百岁 好好干 在我有生之年 看着你哥们当上美国总统 你很认真的有这样一个理想 那有没有想总统夫人 就在我们台上吗 就在我们台上吗 哎呀 我一想到这个我就不行了 说得真好 我再想等到 等到过几十年 我都已经流着口水了 我把眼睛都看不清了 躺在病床上 看到他就职眼说的时候 在白宫门前 美国国籍在那儿飘啊飘 他牵着我们一个女嘉宾 从里边出来了 发表就职眼说 我就跟这个夫人说 唐老婆是我建造的 来 那个龙 你们龙子辈的5号 哈喽 Future President I'm an English major 这当第一夫人就够了 这个口语 第一夫人就可以了 我可以说中国 随便 我毕业于外语学院 我英语八级 我觉得我可以跟你用英语对话 然后那个 对都是笼子辈的 你是神龙敏 然后我还是过敏体质 然后你名字里面还有个名字 然后我总在爱名字里面 找点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她说话的时候 已经俨然觉得自己已经是总统夫人了 对 我正准备问她准备为 准备为中美两国做点什么事 都我想去别做呀 但是是这样子的故事 你嫁给谁谁就能成为总统 真的呀 那 我不随便嫁了 那个黄黄老师 那我不随便嫁了 那我再挑一个好的 然后那个她 你待下去最后也就是 跟我们一块退休 当一下岗女工 你跟她走才有可能 对吧 又那么写想当第一夫人啊 18号 你好 男嘉宾 当第一夫人相信也是母仪天下的 那么这几年 我得好好锻炼一下自己 我想问一下 你想当总统的话 你对自己未来 你有什么规划吗 对自己 我想看那个情况 如果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女人 也会带中国多一点 而且也有可能我不会美国 就是她的意思你明白没有 她如果现在在中国 她要找到一个女人她很喜欢的 她就不当美国总统了 如果她找不到一个喜欢的女孩 算了也不行了 就回去当美国总统吧 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 但是如果那个女孩 想做那个总统的老婆 我也可以带她回美国 我告诉你 她脑子很清楚 她叫神龙敏 她这个神龙敏 真的想成为 美国的龙敏的前提条件 必须从中国 拉一个龙女回去 否则绝无可能 她脑子清楚得很 她就一步一步地在 按照她的这个计划在实施了 2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才你出来的时候 你的眼神和你的微笑 透着纯净和天真 让人觉得你的这张脸 不能让人去拒绝你 但后来你刚才说黄老师 衣着的时候又透出你 特别有一点小狡猾 然后看完你的微笑之后 又发现你是一个极其有企图心 和野心的男人 所以女嘉宾最好要留意一下 其实这种男人挺危险的 你对23号女嘉宾的这个话 有什么评价吗 首先向你介绍一下 她说我挺危险的 但是我觉得 那个女孩比较危险 哪一个 哪一个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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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危险 对对对 她为什么危险 因为在后面我一直在看 4号危险在于 你在后边听4号怎么了 对对 其他的男人都赢不了她 4号特厉害 她特别厉害 厉害是吧 4号厉害在哪里啊 就是嘴巴厉害 就是嘴巴能讲几句话 让很多男人害怕 这个就叫厉害 你想等每个总统 你必须首先有能力 能够意识清楚 分辨清楚 到底谁才是厉害的女人 真正厉害的女人 在嘴巴上的积风 并不严苛 对我不怕她 我比较我比较重视她 重视 重视她 对 13号 按正常人的观念来看 应该是在美国 一步一步地发展 然后稳固自己的地位什么的 然后您为什么 要来到中国呢 是为了我以前的女朋友 那你跟女朋友什么了 变成别人的女朋友了吗 她回美国了 对她是中国人 但是她现在在美国 我现在在中国 觉得比较奇怪 这有点怪啊 事儿也挺多的啊 来看下一条 我的前女友 是个中国女孩 我对她是一个窘境 但是那时候 我还在这大学 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对防护护不同意 最后我们已经分手了 这种情况在美国 就不会发生 只要两个人强爱 无论超级好不好 都可以结婚 姑母不会感涉的 我现在对理想女生 没有具体要求 一些要看感觉 最重要的是看任凭 在美国年轻人 在美国年轻人去相亲的也多吗 多 你参加过美国的年轻人的 这种相亲的活动吗 没有 你听说过他们相亲的事吗 没有 其实我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 确实很 他不想说的话 他都说 我也不太清楚你说什么 不是 来 你想听他们说吗 想 6号 男嘉宾 您好 您好 您说您非常看重女孩的人品 那从您的眼中 感觉女孩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您感觉她的人品非常的好 就是有的时候最近 女人一说话她都明白 来 您说 对 最近我比较忙 待会就会好了一点 但是最近特别忙 如果一个女人会了解我 会支持她 我在忙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她 她对我很好 就是女嘉宾能体谅你工作非常的忙 那就说明她的人品非常的好是吗 对 那您觉得中国的女孩 是不是人品都非常的好 所有的中国女人 我没有认识那么多的女人 所以我说的不太好 好 谢谢 刚才19号举手了吗 其实我很不同意在国外的这种结婚方式 因为我觉得其实 如果一段婚姻不被父母祝福的话 是不会永远幸福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说服对方 去做出更多的努力吧 去争取对方的统一吧 我觉得有些时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对对对 如果我再找一个中国女朋友的话 我肯定会跟她的父母谈恋爱 先去搞定张母娘 张母娘懂不懂 对 好 来看她朋友采访 泰勒是我们公司一个非常可爱的员工 他从公司创业的初期呢 就从华底层坐起来 踏踏实施 泰勒同志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胖能脱脚 特别是男生男生 他这个人是男生 他也对人人家很好 也比较好 来到很独自的 也很严重 我们都同事们都很严重 如果是女生 我都会嫁给她 22号 刚才说是来中国 七八个月是吗 对 为什么你的中文这么好 因为我以前学韩国语 所以我到北京的时候 已经认识了汉词 学韩国语的时候 如果你要学以前的韩国语 都是用以前的中文写的 所以我认识汉词 我觉得就是中国大多数人 都可能比较介意有过婚史 或者是有婚史 就是说他认为 有很多中国人会介意他的女友 有过结过婚 有过孩子 你是否介意这件事情 我当然会介意 介意是吧 对 16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其实我和 我觉得我跟外国人在交流 然后都特别好 然后我也有一些外国的朋友 你愿意跟他走吗 但是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我曾经跟我的父母说过 然后但他们觉得 一定不能是外国的人 所以不好意思 15号 7号 最后留灯的有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 第一 我父母非常开明 第二 我了解西方文化 我相信我们如果相处的话 会相当的容易 好 7号 留灯 表明他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上去带着他 从这里离开 如果不愿意 表示感谢之后 你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自己走 不好意思 没问题 谢谢 再见 再见 猛哥 她不是我喜欢的那样的女的 所以我觉得带她下来 是对她不太公平 还是对黄老师有点对不起 因为你的衣服其实挺好看的 我就想让大家高兴一点 我还要跟那个17号的女生讲几句话 也有外国人是很好的人 跟我一样 许静 在 我做 我做节目做了两年 嗯 我从来不会打击一个人的梦想 从来不会 但是我告诉你 这小子就是做到死 下辈子 他也做不到美国中国 你相信我 我想看看她的 她想选的那个心动女生是谁吗 开大屏幕 17号 就是第一轮唯一灭灯的 她选的心动女生 是第一轮24个女生 只有一个把她灯灭了 她选的心动女生就是她 大家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就是缘分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是来自百合网 大家好 我来自辽宁 沈阳 我叫李在风 今年29岁 是在 是在哈尔滨生的 吉林市长大 沈阳生活 在深圳待了一年 广州待了一年 很高兴来到现场 非常感谢 非常开心见到大家 谢谢 李在风 欢迎你 孟非老师好 你好 看看对面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个 你确定有29岁 确定吗 带身份证了没有 带了哦 好 带 你不知道我知道 有点近视 你问我什么 我说怎么样 挺好的 你喜欢吗 我也不能告诉你 24位女生 对李在风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3号 我感觉她的那个行为 跟她的年龄不符 你看就刚才 那个我们灭灯选择的时候 她的嘴一直在这样来回动 什么 我觉得她好像 心里年龄特别小的样子 OK 我解释一下啊 是因为我是真的很紧张 非常之紧张 好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了解 大家好 我叫李在风 我就职于家里的披草工厂 担任经理设计师的职务 平时我对窗窗打扮 是个非常奖励的人 但是大家可能无法想象 在河北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由于工作太累了 早上起来的时候 甚至忘记去洗脸 当晚上睡觉的时候 看了床 倒还就想睡觉 真的太累了 直到有一天 我下定决心去剪个光头 在美发店的时候 美发师问了我十遍 你确定要剪光头 我说是 你确定要剪光头 我说是 那剪完那一刹那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那个时候才明白 女孩为什么在剪了短发之后 会流泪 我特别想知道 孟非老师跟乐远老师 在剪光头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其实生活中 我有点小毛病 就是 我有一点解僻 和整理东西的强迫症 终于收拾完了 现在 去看看真正的我吧 看我整理完之后的东西 我的T恤一定是放左边 长袖一定是放右边 我的腰带一定是放上面 我的饰品一定有专门的地方 好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 我的瓶瓶罐罐吧 看 虽然它们品种不同 但是只要你挪动一个角度 我都会发现的哦 所以说不要随便动我的东西哦 我真的会发现哦 在生活中我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 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一个神秘的小本子 非常棒哦 这边有最便宜的机票 有性格比最高的酒店 还有最棒的美食 甚至连哪个房间朝向最好 我都知道哦 虽然这里面有很多空白的夜 但我希望跟你一起去铺银 当然我还有个终极目标 那就是在2013年1月4号的时候 跟我心爱的人去结婚 完成那个承诺 我爱你一生一世 你是 男嘉宾你是 是有点多愁上感的 还是确实特别在心里的头发 因为我就不大能理解 剪了一个头发 还会流眼泪 就是我剪了那一刹那 就突然觉得 我应该也算是成熟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有一天 就跟我当初想的一样 如果有一天 我如果不在乎形象了 也许是我成熟的一个阶段 我剃光头是在乎形象的结果 对 你以为我剃光头 就是我觉得人生没有指望了 我就破罐子破摔的结果 不是 因为你剪完比较帅 我剪完特别瘦 你刚才问我剃完光头的感觉 乐嘉怎么样我不知道 当我剃完光头 看到镜子当中的我的时候 我就再告诉自己 我崭新的人生开始了 前面你刚才说 孟非剪王特别帅 你剪完特别不好看 其实看习惯了再丑都好看 没习惯而已 你刚才说你在皮草工厂 对 当时报名的时候 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正好看到我们有一个女嘉宾 今天穿的是皮草 23号 再举手 皮草设计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皮草爱好者 但是我想问你一下 你设计的这个皮草 制作的是用的真皮 还是用的仿皮 我说用的是真皮 我们吃牛肉 我们吃鸡肉 我们吃鸡肉 我们吃任何一种东西 我们人类最残忍的 所以说你用的鞋 我们穿的 在场很多观众穿的鞋 都是牛皮 就这种羊皮 我们都会用 对不起男嘉宾 我打断一下 你有没有看最近 有一个新闻叫取熊胆 就是一个药物厂商 然后他们要利用 那个取熊身上的 这个胆汁来制药 当然了这是一种制药 这也许是要救人命的 但是你知道作为皮草 以现在的技术来讲 仿蒸毛的皮草 完全可以做成蒸毛的皮草 没有任何两样 我身上的这件就是仿毛的 如果没有买卖 就不会有伤害 的确应该有更多的人 在关注这件事情 你刚才说到的 那个取熊胆胆汁的事情 我也看到相关的一些文章 其实人类在药的时候 早就研制出 早就有那个熊胆的那种替代品 弄出来的药 跟那个熊胆胆汁做出来的效果 几乎没有差别 所以既然有替代品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上海洞 是不是这意思 今天 事实是我一直在梦想 当你有一天能发现有个行业 你能接近自己梦想的时候 是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也许这行会很损 但是 我觉得我现在暂时 我只能在这几年 我还可以做这个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 如果 在我有经济实力 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我能让我妈妈和我断然 就非常坚决地离开河北 说我们再也不干这行了 那一个我永远会离开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对 这个你讲得对的 让你们家现在不做 你们那么多人和西北风啊 这个不现实 应该像嘉妮这样的 应该多出来 就是能够把10块钱的仿皮草 穿出10万块钱真皮草的 这种感觉的女人 多呈现在世人面前 应该让大家多知道 她有同样的事情 对对对 有的时候呢 同样的我们理解 这种状况是什么呢 做和不做可能是质的区别 有的时候数量上 我们其实也可以 比如说尽可能少的 比如说有的人经常说 好像我们谈到 有些问题的时候 觉得你多虚伪啊 你谈什么环保啊 你多虚伪 你说那些废话干什么 你不开车行吗 我们说不开车可能不行 我们能不能少开一点呢 比如说放鞭炮 你说那些都是废话 放鞭炮中国传统文化 没有放鞭炮 大家就没有过程气氛 可以 我们能不能稍微克制一点呢 比如说我们过去 我要放500块钱 我心里爽 我痛快 我今天过年 我年功奖拿得多 我放5000块钱 我爽 放50块钱 是不是也表达了一点心意 就可以了呢 就是说所有很多事情啊 只是对我们自身 有稍稍的一点克制 可能世界就会更好一些 你同意吗 对对对 17号 男嘉宾 你好 你有点神似林志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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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我谈过五次恋爱 以前看节目的时候 男嘉宾都说 我谈过三次恋爱 哪有那么多三次恋爱 哪有那么巧 这五个恋爱当中 每个女朋友 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我上一头感觉是 远距离恋爱 女朋友在美国 在这个恋爱的过程中 我答案和她承诺都做到了 原本我们约定一起假期 去海南度假 但我没有想到 她坐着我给她买的机票 跟别的男生一起回来了 然后打电话跟我说 对不起 我爱上了别人 尽管以后我不安保证 我还会接受远距离恋爱 但我相信 以后的美妆感情 我会像之前一样 认真付出 做到我能做到一切 我一定会幸福 我理想中的女生 我希望她简简单单的 我希望她的家庭和睦 父母非常相爱 因为我是在 单亲家庭路长大的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可以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 当然在这个基础上 我希望她高一点 漂亮一点 因为我非常希望 未来的女儿 也能高一点 漂亮一点 在之前 我特意看了一些 24位女嘉宾的资料 我发现一条 我特别感兴趣 就是他们最讨厌 男生的类型 我发现好多条都符合 比如说脾气不好 比如说大男子主义 还有洁癖 人物外人 所以我请24位女嘉宾 手下留情哦 他在一个问题上 观察得非常准确嘛 哪一个 我们之前曾经探讨过 有无数人来 都说自己只谈过三次 对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说一次都没谈过 没问题 显得好白痴 好白纸 说谈过超过十次以上 那这个人简直 还花心 对然后就一塌糊涂 三次不多也不少 反正这个里面的尺寸 可进可退 5号 你经历了五段恋情 从中你学到了什么 就是在下一段感情 你会最克服你的 一个什么缺点 这个问题好 我还是觉得所有的 就是每天我们在网上看到 或者在生活中接触的 任何一句 关于爱情的道理啊 什么什么大道理啊 都是假的 只有一天 有个人愿意爱你 他就是爱你 没有任何理由 他就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不管你什么家庭啊 什么有没有多少钱呢 然后你什么工作在哪里 他就愿意爱你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来听听他的朋友采访 他呢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人 所以跟他在一起呢 会感觉到阳光的普照 我把他封住我的小偶像哦 就他还是你偶像的 偶吐对象嘛 所以跟他在一起的女孩 会非常快乐哦 他特别爱干净 也特别爱收拾屋子 爱收拾到什么程度呢 当他收拾完自己的屋子的时候 竟然来收拾完屋子 从来没收拾完屋子 虽然个子接近1米8 什么 他个子1米8 大家看这才是1米85的大个儿 长相呢 是受女生欢迎 非常帅的一个男孩 什么 就他还帅 要是相濡以沫 携手白头到老的话 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8号最后刘登本 我觉得他有一些观点 我觉得很认同 我觉得我跟他很像 我特别想要说的是 你还要再往下支持 就是我要问他带你走 还是不走了 可以 我愿意给这次机会 我愿意给机会 你就告诉我愿意跟他走不就完了吗 来 我尝试没断 8号愿意跟你走 如果你愿意上去 现在他从这儿离开 如果不愿意 表示感谢之后你自己走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 你是多大号角啊 我是保守点可以吗 我是三四七点半 我有很多设计师的朋友 然后这个是我一个设计师朋友 我们俩一起 他在指导下 我设计出了一双鞋 然后做出来 是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鞋 是高跟鞋吗 对 是高跟鞋 我是高跟鞋孔 对 如果 因为我希望有一天 还是那个问题 我现在才说到 因为我希望有一天 如果我不做皮草了 我现在慢慢地转型 变成女鞋的设计师 我好喜欢高跟鞋 你就痛痛快快地说 带他走还是拒绝 OK 我带他走 好 这要客气啊 那个 那个此刻合适不合适啊 对 各位哥们儿 幸好是设计鞋 不是设计文凶 那些哥们儿 幸好是设计鞋 像药药美满的家庭 对我 你想成功 特别高兴的爱 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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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觉得男嘉宾 是特别真诚的一个人 然后特别直白 我喜欢这种类型的男孩 这个是我从沈阳带来的礼物 我送给女嘉宾 这是药盒 平时可以带点维修素啊 然后这是最佳女友证哦 希望她有一点会合格 然后要发一个最佳男友证给我啊 还有这个本子 跟我那本子是情侣的系列 希望她可以记录一些生活 点点滴滴 开心的事情 真的很谢谢 中国已经走了很多地方 但是上海真的一次没有去过 希望去上海的时候 你可以给我做一个导游啊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OK OK 好 好 这个鞋他还可以再设计嘛 看到8号和他牵手 也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 祝福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现场的24位女嘉宾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孟非老师 乐佳老师 黄涵老师 我是李威 来自北京 今年28岁 李威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个 24位女生对李威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号 他可能就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吧 这话等于没说 你跟我稍微说细点 他哪儿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了 他的声音听着有点像女孩子的声音 声音 我没注意啊 你再给我们说 《非诚勿扰》四个字念一下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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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一等 我没听太清楚 黄老师你说一遍 《非诚勿扰》四个字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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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发意 送完他们再回去上班 当没事发生过 突然觉得 这才叫生活 我是李威 来自北京 平凡却又不普通 我需要来《非诚勿扰》 找一个支持 理解我的女朋友 突然觉得 这才是生活 我见过 非常非常多的十字秀 秀人像比秀风景要难 我见到的刚才 贺本的那个黑白的头像 是我迄今为止 现到十字秀 秀得最传神的 你这个练功练了多久 这个绣了多久 绣这一副要绣多少时间 一年多 一年多 要绣一年多 你会这门功夫练练了多久了 我是2009年7月25日 第一次绣十字秀 绣了一副福字 所以你才刚刚学会两年半 将近对两年半的时间 就可以绣这么好 对 我觉得你应该带一个 绣一顿鸳鸯 把你的心动女生牵下去之后 你们东方花竹 也整着那个自个儿 绣的那个鸳鸯 整进多好 你练两年的功夫 就可以绣得这么好 如果你真的去练武林功夫 你练绣花神针的话 那你的功夫不得了 我现在在家里还绣一幅 那个清明上河图 绣清明上河图的一幅 清明上河图 那得绣十几二十年 五十年 清明上河图 那个六米多的清明上河图 是去年十一月三十号开工的 开工之后呢 绣了还不到三分之一呢 太厉害了这个 这个这是我今天带来的 就是这是家 也是你绣出来的 对 我这个人是漂泊的船 家是温暖的岸 我想把这个送给 送给我今天能够牵手的 女嘉宾 要没牵手送她吗 没牵手 那就送给我的心动女生 好 心动已经很多了 我们听听女孩有什么问题 二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看到VCR之后 我感受到就是您的个性 如此的细腻 然后还有就是很温柔 然后我想知道 那你择偶的标准呢 比如说女孩 那你是会选择一个 比你更刚强一点的女生 还是更柔美一些的女性 善解人意吧 就是体贴 能够懂知得 就是知道对方的苦 16号 你说你是慢热型的 那我也是慢热型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那一杯水 永远都不会开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你看到我 因为我从三岁的时候 就没有双臂 我想特别想 想让你说两句鼓励我的话 你会怎么说 用双脚来弹钢琴的 那个孩子刘伟 他用双脚来弹钢琴 他的那本书上 有一句话写着 是什么 要么赶紧去死 要么精彩地活着 我把这句话同样送给您 谢谢 但是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朋友 我也想用这句话 跟大家共勉 我觉得 如果你因为 错过了太阳而哭泣 那我希望我自己 永远不要错过 月亮和星星 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一定要说 就是男嘉宾说 他绣十字秀的时候 我当时特别激动 因为我也绣十字秀 我在09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接触十字秀 因为我朋友过生日 我送给他一副蓝色腰肌 然后绣着一副十字秀 花了我109天绣完的 所以我特别知道 绣十字秀得辛苦 而且要需要非常大的耐心 一个人能用双脚来弹钢琴 您为什么就不能用双脚来秀呢 他秀得很好 我可以用双脚弹钢琴的 谢谢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我只谈过一次恋爱 其实确切地说 我也不知道 那能不能算是一次恋爱 那个女孩 是母亲的同事 介绍认识的 我们只吃过一次饭 对方是正规大学毕业的 会说韩语 我觉得他非常的优秀 而当我向他说 我会秀十字秀时 他并不表示很惊奇 甚至眉眼中 还带有一丝的不屑 我很难过 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在吃饭这顿饭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我之所以觉得这顿饭的经历 就是我的一次恋爱经历 是因为在吃饭的过程中 我们俩都把彼此的真心话 说出来了 有了心灵和心灵的沟通 我觉得真正的恋爱 难道不就是心与心的沟通吗 这次来到非常难 我希望可以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不希望只是一天 只是一顿饭 我希望越长越长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 加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 李温 李温 依你目前的理解 你能不能简要描述一下 在你心目当中 什么叫做轰轰烈烈的恋爱 在人生的道路上 一定要互相的搀扶 彼此之间同甘共苦 共进步 然后面对挫折 要互相鼓励 迎接困难和挑战 他看名人名言 看了很多 你是因为你觉得 你配不上那个女孩子 其实刚才我留意到 你的短片说 你会帮助老人什么的 善良也是你的一个发光点 来 7号还是最后留灯的女生 我们要不要把下条片子 看完你再问 根据你刚刚说的情况 就是你的上班时间要倒班 然后但是你又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十字秀上面 那么你如果真的有女朋友的话 你哪里有时间去陪她 或者做些别的事情 我会留出休息的时间的80%给我的另一半 20%的话 我们又面临了一些数字 80% 另外20%呢可以 我可以跟你一块 就是一块去怎么说呢 一块去秀 这样 就是十字秀是一定要秀的 但是呢就时间可以考虑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 我明白 我不喜欢这个 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应该就是如果你谈恋爱的话 你感情生活很空白 你应该多花时间在这个女孩子身上 找一个有共同兴趣的 我不适合你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 我还以为 我以为她是用十字秀来很大程度上填补独守空房的时间 结果发现不是这样的 对 就是虽然我并不认为十字秀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一个多么不可以接受的这种业余爱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你身上是对你的那种个性的那样一种改变 它起到了一个确实是起到了一个不太积极的作用 我倒是主张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 球类 群体的至少是群体的集体的那种活动 集体十字秀 对啊 那不可能所以不是十字秀吗 比如多跟那个同性的那些 同龄的那些男人们活动活动 是不是能够 我那个同龄的那些 我的同事平常在休息的时候 玩那个iPhone手机的那个消水果 我现在正准备正在学消水果 你别总是玩那个就一个人躲在那玩的东西 能不能多玩点像《非诚勿扰》这样的 对吧 这种场合吧 你来了吗 大家一块儿 多和异性打交道 比你多和同性打交道更有必要 多和同性打交道 多和同性打交道 不如多和异性打交道 在这个点上我完全同意乐家的说法 好吧 好吧 那个走之前有什么话要说吗 非常高兴今天来《非诚勿扰》参加这个节目 也结识了不少朋友 他们给我了很多的建议和中肯的意见吧 他们给了你一些什么建议啊 让你觉得很有用 有吗 比如说乐佳老师说 多跟异性交往一下 黄老师说 不要老是从事那种一个人的活动 有道理吧 有道理 说明有道理 来 临走的时候 把这个送给你的心动女生好吗 好的 来 很漂亮 我会好好收听 谢谢 李薇 你知道谢宇宜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吗 这个不太清楚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祝你车工 他们其实是通过我的表面的说话 来判断我这个人 是有点女孩子家 但是呢实际上呢 我这个性格呢就是比较刚毅的 充满那种北京的北京人的那种 纯爷们的那种感觉 我会接受场上女嘉宾以及三位老师 给我的建议 让我今后的未来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强大一些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216加女嘉宾 面号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不补高 微博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希望相信征婚交友的朋友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百合网或者珍爱网 新浪微博QQ家园 腾讯微博报名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追求你们的幸福 节目最后感谢《非诚勿扰》